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事啊 言语事 小的好过来伺候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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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几句话呀 问问你 可小心回话啊 我们这位姥爷可不是好惹的 回好了你就甭端茶壶了 回乡治良墓地 让你儿媳妇给你端尿壶去 那感情好 客官您说 想问点什么 我们几个去山西经商好几年了 这两天刚回来 听说京城出了大事 也不敢打听是什么大事 你知道吗 知道 皇上砍了一贼 那亲那中堂 民不可计呀 民不可计呀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又上了一个贼当中堂 朝廷就那么点事呗 不挡着咱老百姓喘气 操那份闲心呀 捕鱼 什么叫上了一个贼呀 都是鱼肉百姓 除了贵蒙皇上 不贵别的 您说 这不治贼是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蒙皇上啊 远了不说 我就是顺义人 顺义闹黄灾 皇上知道吗 不知道 他知道什么呀他 哪地驴长了八只耳朵 大臣就跟他说 这是极情事 这算什么极情事啊 那驴要长了八只耳朵 他还叫驴吗 那是天降妖孽 胡说八道 那老百姓 岂不骂皇上无能啊 皇上 皇上就是 年三十吃饺子就点心 有他过年 没他也过年 皇上登基以后 缩减了前朝的赋税 老百姓不心存感激吗 那是国库没地儿装了 先让老百姓存着点 等来年盖俩新仓库 还得接着来 皇上登基以后 免了汉人选孝女的制度 老百姓不用害怕 自己的女儿被选进宫去了 这不是件好事吗 还好事呢 那是皇上身体不灵了 听说皇上 待人仁慈 敬天伐祖 为了国事 能够通宵打旦 废寝忘事 这老百姓也不说 他们自个家的事 当然得废秦忘事了 换了我当皇上 我比他还废秦忘事呢 打赏 是 我真服了你了 一句顺利话都不会说 你怎么跟朕说来着 不是 我也是听人家谣传呢 拥顺利二条 你よね 不贵是 西ãos 八十岁 有本上奏 启奏皇上 皇上大喜 昨个钦天剑上报 本年九月二十八日 天上有奇景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日月同处天穷 金木水火土串成一串串 此乃千年未见之奇景 是乃我朝圣主家业 赶天动地 苍天昭世 吾皇万岁万万岁 皇上 自我皇登基主政以来 祥瑞频出 奴才得报 今有河北深州 卖出双岁 是上天诱我 五星连珠 是苍天士气于天 卖出双岁 是险形于地 天地同章 真是可喜可贺呀 行了 朕听说顺意闹蝗灾 怎么没人上报啊 回皇上话 绝无此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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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你们每天都给朕传喜性唱赞歌 一会儿告诉朕说 山北有个驴子长出了鸡角 变成麒麟了 一会儿又告诉朕说 黄河里捉到条鲤鱼有五十多斤了 再不就是什么地方采出个灵芝 有二十多斤了 每天就只会说这些啊 为什么没有人说说 今年黄河水患有多少难民至今还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啊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朕 京城和地方何人贪赃妄罚 鱼肉百姓啊 如今好了 这蝗虫都闹到宫里了 如此下去 是不是想让大清国败在朕的手里 让朕做一个昏君暗主 留一个千古骂名啊 我皇上恕罪 不如全真正的罪 冤死了 魂不罪 冤死了 现在起来吧 冤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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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蝗虫不巨石上豹 还有过路的 还常驻的 据臣所知 今年的蝗虫跟往年的大不相同 有何不同啊 今年的蝗虫神了 不知怎么着 只吃青草 不吃庄稼 所以虽然说是蝗虫比往年多了一点 对庄稼却是百无一害 胡说八道 蝗虫不吃庄稼 难道说今年的老虎 他也不吃人了 皇上息怒 到底蝗虫吃不吃庄稼 为臣亲自下去查一查便知 你回来是不是也要告诉朕 蝗虫不吃庄稼呀 皇上 奴才 宁可让蝗虫吃了奴才 也不让蝗虫 吃庄稼 快快快快 毒出来 蝗虫有毒 不 皇上 奴才不怕毒 奴才 愿为皇上鞠躬尽退 死而后已 更不敢蒙面皇上 一无国事 福爱卿 精神可嘉呀 你们都要 你们都要好好地向福爱卿学习 自古又征臣才会有民主 那些昏君都是由逢营拍马的奸臣造出来的 从今往后 每日早朝不许你们再胡说八道 什么天降降云啊日月合璧啊朕都不要再听了 你们每个人 必须就天下灾祸 民情民怨 官场弊端 还有朕的过失 各奏一本 三日五本者 讲之 皇上 不可啊 为何不可啊 皇上 您不要忧心 哪一朝哪一带没有灾难 皇上您同管天下百姓 可是您管不了老天爷呀 这老天爷要下雨下冰雹 这可不是皇上您的罪过 老百姓受苦那是应该的 谁让他们是在地里刨食吃的呢 住口 朕不要听了 照你这么说 本朝已是百事昌盛一片光明 无懈可击了 皇上 纵有些小小的问题 即便是姚舜与周公的年代 也在所难免 总归是瑕不掩瑜吧 先皇在位十三年 创造旷世未有之业绩 身边上有刘统勋 将军每日三本 难道说今日天下已经比得上先皇的赫赫盛事了 有旨 奉天承运皇帝 赵约 中永王 宜亲王 不思本物 贪图安逸 尚不能辅政朝纲 下不能体察民情 京城惶灾迟迟不报 鞠躬自傲 官不得体 各将一级 亲子 臣接旨 臣接旨 谢主隆恩 朕三日后请往山东 视察水利 各不出长流官员之外 一律随朕前去 退朝吧 退朝 吾皇万岁万万岁 对 福大人今日吃蝗虫 堪追当年的唐太宗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那是替皇上吃啊 皇上圣名 福大人英明啊 是吗 这位大人都听听了吗 二弟三弟 你们说这叫什么事 先拿自己家人开刀了 行了 大哥 什么都别说了 鲤鱼跳龙门 这下子现在正是忘的时候 这一口